近日,在家休假的陈龙生活相当的丰富 这段时间他几乎都把时间给了家庭 陪孩子陪妻子 这不元旦期间 陈龙就晒出了他和妻子王世贤的合影 他还写道 过节该有的样子 照片中陈龙搂着王世贤的肩膀 夫妻俩都戴着口罩 后背是一个复古的街头 看来夫妻俩这是假期出游了呢 最近这段时间陈龙真的是没少晒照呢 对此网友们也直呼 贤姐好美啊 气质老好了 元旦期间狗粮不断啊 龙哥贤姐好恩爱啊 龙哥和小贤姐长得还真有夫妻像 眉眼很相似啊 最近龙哥父贤在家给我们撒狗粮了 嫂子太美了 是不是要安排哥二胎 继承下美貌哈哈 此外 看到夫妻俩单独合影 不少网友还问两人的儿子小咖啡 怎么没带出来 对此陈龙也回应表示带了儿子 但是在婴儿椅子上没出镜 全运会之后陈龙就申请了休假 休息期间陈龙基本上都是和家人一起度过的 毕竟他也因为训练 比赛等缘故很少有时间可以陪着妻儿 所以这次休息调整 他就有了许多时间可以待家 错过孩子许多成长日期的陈龙 最近还送孩子上学 对于这样的美好时刻 陈龙也拍照留了合影 除此之外 陈龙还带着妻儿一起出门玩耍 享受美好的家庭时光 不得不说最近这段时间 陈龙真的是过得又轻松又快乐了 赛场上的紧张心情 再回到家的一刻都放下了 陈龙和王世贤两位名将 是在2017年结婚的 不过俩人目前还未举办婚礼 因为陈龙还在打球 而王世贤则是退役了 结婚后王世贤把重心放在了家庭中 而且他也解锁了一个新身份 那就是大学老师 所以他也有了更多的时间照顾孩子 这样也让还在国语队的陈龙 更有动力前进 虽然陈龙近期没参与赛事 但是他还没退役 这段时间调整过后 他还会继续在赛场上飞扬 然后再次准备 表面上飞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